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与同事相处得并不愉快 甚至连同事们也几乎都在埋头苦干 沉闷的气氛 着实让人感觉压抑 可同事们会在下班的时候选择放松自我 但肖亚对此同样不感兴趣 直到她在公园里与一头狼似梦相对时 她的人生开始出现改变 她到公司开始查询有关狼的消息 并且去楼店买了上等的楼块 她突然有一种想要饲养狼的冲动 可当肖亚在她的公园时 她发现她并没有吃掉她放的肉块 她也不知道那头狼到底还在不在 直到肖亚到医院看望爷爷的时候 爷爷的一句话才让肖亚明白了什么 她告诉肖亚 她自己也不喜欢医院里的菜 如果可以 她更想自己下厨 听完后 肖亚编买了几只兔子到公园里放生 等肖亚再次来到公园时 果然发现了兔子的湿地 沉寂已久的心 在此刻突然变得热血 她一人独自反感着关于狩猎的书籍 从里面得知了一种关于捕狼的技巧 那就是将布条搞搞挂起 这样会导致狼无法逃跑 为此肖亚还学习了如何制造强效的麻醉剂 一场捕狼的行动即将开始 虽然肖亚平时不喜欢与同事互动 但是老板却非常喜欢肖亚 她让肖亚跟她出门谈一笔生意 等在回来路上便提议想邀请肖亚共计晚餐 可觉到肖亚的拒绝 她此时的脑海中只想立刻马上抓到那头狼 被拒绝后的老板竟然耍起了脾气 一人独自下车 然后让肖亚自己将车开回去 起初她只是想装可怜一下 但没想到肖亚竟然真的将车给开走了 而且在隔天 她还撒谎说车没油了 所以没办法开到公司 其实她只是想借用老板的车来抓捕那头狼 之后肖亚便雇佣了他人 在公园里绑起了一条条铺块 然后拉着火把在公园里寻找的这头狼 功夫不扑有心能 小阿真的将这头狼给抓到了 她收拾了一个房间让这头狼居住 并用上等的肉块饲养着他 可这过程并不顺利 她也被狼给伤害到了 上等的肉块几乎花光了小阿的积蓄 她已然吃着泡面 恨不得将一块摆成两块用 甚至到后面 她吃着别人吃剩的食物 但如果你问她后不后悔 她会告诉你 绝不后悔 小阿的心情也开始逐渐改变 她将这头狼当成自己的伙伴 当成自己的情侣 一人一肉的关系 随着时间也在慢慢地改变 直到她沿着血迹 一路舔直着小阿刚来的血液后 小阿尝试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 但狼 终求是狼 一次小阿带着肉块回来时 却发现她正盯着自己 大害怕了 她怕狼将自己撕碎掉 于是从垃圾管道流掉了 可当她再次回到家里时 在夕阳下的狼显得是那么的温顺 那么的可爱 她开始与狼共舞 跟她讲述着自己的内心 因为除了爷爷 可以说是没有人会关心自己 那些追求者也好 老板也罢 不过都是看中自己的肉体而已 可爷爷还是离开了人世 小阿这身上最在乎的人也去世了 从这之后 她渐渐地释放逐自己的野性 她与两名清洁工开始暧昧 只因为他们夸了小阿真美 而因为老板突然到来 这件事就被耽搁了 但小阿很快 也与老板发生了关系 她从未想过 自己会有这么狂野的一面 而在事后 老板却告诉小亚 自己不会对她负责 这些话无意让小亚 更加厌恶这个世界 她放了一把货 将老板的办公室给烧了 可在之后 老板却又找上了小亚 她不怪小亚 先是想让小阿做她的情人 但换来的 绝对成为狼的食物 宠了之后 小阿就与狼开始流浪 在她快被饿死的时候 狼竟然叼了老鼠 过来喂养小亚 可最终 小阿还是晕到了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她竟在一片麦田中 在这里 她感觉到了那些野性的释放 许多人的生活都是三点一线 吃喝拉撒 上班睡觉 因为长大许多事情 都被限制住了 不能童言无忌 不能卖萌装傻 最主要的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个人也渐渐变得现实 曾经的美好友情 抵不过残酷的现实 种种原因到许多人 开始对生活持续了信念 活着 到底要干嘛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 也没有人 能给你答案 自己的生活 就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打造 虽然最后小阿的命运 并不美好 但起码她活得自在 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影片的观点 我其实并不能接受 因为她更多的是 告诉我们内心野性的释放 每个人内心 都有一只动物 而居住在小阿内心的动物 是一头狼 无拘无束 野性绽放 是狼的天性 但小阿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个人感觉太过极端 这是一部德国出品的电影 它的哲学含义 总是让人似懂非懂 不知道视频前的你 认为你心中的动物 是什么呢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